阿里斯特特 加利利歐 德卡特 靠著臉部肌肉選擇單字 透過電腦發聲說話 這種大家熟悉的數位聲音 已成絕像 英國天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倫敦時間星期三凌晨逝世 享受76歲 這項消息震驚全球 他有奇妙的夢想 是關於人生的好處 但他不太知道 他不太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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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影《愛的萬物論》 描述霍金二十一歲時 被診斷出罹患運動神經細胞疾病 俗稱漸動人症 病情逐年加重 肌肉微縮 失去說話能力 不過霍金身兼理論物理學 和宇宙學大師 經常以文字撼動整個地球 霍金知名作品《時間簡史》 深入潛出的介紹宇宙學 曾獲得美國總統自由勳章等多項大獎 卻因為還沒有證實 有關黑洞針散消失原因的 霍金輻射理論 始終和諾貝爾獎無緣 不過霍金一生締造純奇 體驗無重力旅行 有了史蒂芬霍金 人類已經半隻腳踏進了星際旅行 大愛新聞 留人好編譯